接上集 就在此时 上海第一机械厂的一辆卡车来到了京城 停在了京城县的正所大院 卡车上不仅拉着为江雪城准备的电焊机 还有一辆小木兰摩托 前一段时间 第一机械厂的小木兰摩托 被送到了燕京 燕京的大领导很满意 为了奖励江雪城为第一机械厂做出的贡献 燕京的大领导直接拍 将江雪城组装的第一辆小摩托送给了他 陈老头忍不住走出来观桥 对自己的秘书说道 不会是我在燕京的老领导 觉得我在京城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当官 想送我一辆小木兰摩托吧 陈老头向卡车内看去 这个卡车司机曾经是陈老头手下的士兵 他笑着说道 你小子当年只有12岁 在我手下跑腿送信 一转眼的功夫 你就变成了卡车司机 你来我们京城做啥 我想请你们县尾班子 给这辆小摩托上车牌 这辆小摩托是给我们京城县的领导班子准备的吗 老领导 我们第一机械制造厂的高级工程师就居住在你们京城 我是带着燕京的命令来的 这辆小摩托是给他的 这个高级工程师是谁 对不起 我们厂长让我千万要保密 我可是你的老领导 难道你连我都不放心吗 我的嘴巴可是铁打的 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卡车司机犹豫了一下 秘书掏出一盒香烟 塞入卡车司机的手里面 他小声地说道 老领导 我们厂的工程师就住在你们县的常乐村 名字叫江雪晨 另外我还告诉你 他就是小木兰摩托的总设计师 听完卡车司机的话 陈老头和秘书都惊怠 他做梦都想不到 设计出小木兰摩托的人竟然是14岁的江雪晨 他知道江雪晨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京城 只是在上一次养殖厂被拆的时候 他去了广州几州 这么看来这个少年没有去广州 反而去了上海 如果不是他们领导不能 江雪晨绝对不会离开京城 他多半会和京城机械厂合作 小木兰会在京城诞生 卡车司机给小木兰摩托挂上车牌离开 陈老头愤怒得很难 老子恨不得拿个机关枪 把那些红星镇的废物都秃秃了 老领导 这个少年既然能设计出小木兰摩托 也就能设计其他机械 你儿子和他是朋友 不如让你儿子先去探探风 可以搞出小木兰摩托的工程师 这是国家级的人才 我绝对不能放过 这是京城机械厂的机缘 此时机械厂的卡车终于到了长厄村 卡车进村 立刻引起了全村人的围观 卡车司机对陈庆峰问道 我要去江雪晨家 你能帮忙带个路吗 当然能 江雪晨家就住在村口 距离这里相当的近 陈庆峰和一群村民将卡车 护送到了江雪晨家 卡车司机一眼认出了江雪晨 他对江雪晨喊道 工程师 厂长让我告诉你 燕京的大领导对你十分满意 决定将这一台小木兰摩托送给你 这十几个村民 将卡车上的小木兰摩托和电焊机抬了下 别乱摸 摸坏了 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你为啥要给江雪晨送一辆小木兰摩托呀 他可是我们机械厂的高级特聘工程师 每个月的工资都有105块 我们也没见江雪晨离开过村子 他也没去工作过 怎么有那么多的工资 你们农村人 见识少 以后要让孩子多读书 普通的工人体力劳动 一个月有30块钱就不错 跟你们说了也不懂 赶快帮忙把东西搬进去吧 比起小摩托江雪晨更喜欢的是电焊机 毕竟他原本就是高级机械工程师 哇 这小摩托好漂亮啊 好像火红的大公鸡 如果能开着他回娘家的话 一定很长脸吧 江雪晨自然看出了清明的心思 他心想要不过两天带清明回家看看 远到而来 一会我做几个好菜 请你吃饭 不了 我赶时间 一会我还要去一趟燕京 从燕京拉一批机械零件回上海 那能不能带上我和我老婆一起去燕京 当然没问题了 江雪晨去房间里面转了一圈 从空间内拿出一套全新的设计 这是小木兰摩托的改进图 你一定要保管好 不能出一点差错 平安送到上海 江雪晨拿出的改进型图纸 是大龄摩托在1985年推出的版本 他将这个日期提前了 他想等机械厂吃透了其中关键技术 再把90年日本的摩托车技术拿出来分享 在他的记忆里 1989年大龄摩托寻求和岛国企业合作 被提了一堆的附加条件 赚了钱还要被人拔层体 到时候他们生产的小摩托 甚至可以在这个中美蜜月期 迈到米国和日本竞争 我一定平安无误地交给我们厂长 哪怕是吃饭撒尿 我也会将他带在身边 嗯 别发呆了 赶紧准备衣服 我带你回娘家 意外穿越到1979年 你敢相信 一条咸鱼居然能换一套四回月 接上急 别发呆了 赶紧准备衣服 我带你回娘家 真的吗 老公 嗯 江雪晨则是让王冰帮忙 把小木兰搬上了卡车 他打算坐卡车去燕京 然后骑着小木兰摩托回家 江雪晨搬了两袋白面 半扇猪肉抬上了卡车 这是清零第一次回娘家 带的东西越多 自然越有面子 够了 够了 不用拿那么多东西 清零很是感动 江雪晨这一次为了他回娘家 怕是把自己的乡房给搬空了 我三哥前两天卖蔬菜 卖了小两千块钱 这些东西对我三哥来说 九牛一毛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卡车晃晃悠悠地 走了六个多小时 终于开到了清零家 大杂院的门口 清零的母亲 正在门口与人聊天 清零从卡车上跳下 两人四目相对 随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臭丫头 你还知道回来 李刚说 你在农村乱搞关系 丢光了我们燕京人的脸 是不是真的 李刚恶人先告状 他就是个畜生 王八蛋 岳母 李刚那小子在放屁 他在污蔑清零 我就是清零的老公 今天带他回娘家 没啥好带的 就带了半扇猪肉 两袋白面 我农村人 见识少 希望岳母不要兼怪 岳母听到江雪晨的话 被震惊地说不出话了 现在一百斤白面 可是要不少钱的 况且江雪晨 还带来了半扇猪肉 这半扇猪肉 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还需要肉票 他做梦都想不到 他女儿找了乡下男人 竟然这么有钱 现在农村人 都这么豪气了吗 王斌和江雪晨 把小木兰摩托搬了下来 做了告别 江雪晨推着小摩托 向院内走去 妈 我老公是有本事的人 小摩托我们家都有 我这次回来探亲 在家里住几天就走 江雪晨推着小摩托进了院子 立刻引起了院子里面 人的围观 有人问他 小兄弟 你是谁 这猪肉是送谁的 我是清宁的老公 第一次带着清宁回娘家 给岳母带了一点小礼物 讨扰各位了 对不住 这时伯父爷走了出来 他原本对于女儿 找一个乡下老公 十分的生气 可是当看到小摩托和猪肉的时候 他又说不出话来 人穷至短 男人手软 他一个基层教师 月工资只有三十元 一家都在指望这点工资 根本就不够用 每天都在掏老本 岳父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白面和猪肉 很好很好 他这个人民教师 也说不出一点的毛病来 此时大哥青山和他媳妇王雪走了出来 看着满地的东西 惊喜不已 岳父 请您想家了 我带他在燕京住一段时间 不带点东西过来 会被人说啃老的 我丢不起这个人 那间小房可是我和青山的 谁也不许抢 谁抢我就和谁拼命 江雪晨懒得和王雪一般见识 头发长 见识短 清明的家世 他一个女婿也不方便插手 大嫂你放心 家里这批大的地方 我们两口子看不上 今晚我们住招待所 岳父岳母 今晚用我带来的猪肉包饺子 大家吃个团人饭 好好好 此时清明的弟弟清水也回来了 他没有因为江雪晨 比他年纪小而有微词 而是恭敬地喊了一句 姐夫 我姐这算是老牛吃嫩草布 你们是自由恋爱吗 小舅子你的嘴很甜 你说话我爱听 给你十块钱去买糖吧 姐夫 我都十六岁开始找工作了 你别把我当小孩子了 雪晨 你给他那么多钱干嘛 他一个毛孩子 要钱有什么用 说话间 就夺过了清水手中的钱 塞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面 妈 我不是小孩子 我都要工作了 等你找到工作 娶了媳妇 什么时候不吃家里粮食了 我才觉得你长大了 你现在还是个小孩子 钱由我来保管 岳母 现在天色还早 你帮母女说说话 我去外面找个招待所 不然晚上要睡大街了 路上慢点 姐夫 这是你的小摩托吗 好帅啊 能带着我一起去玩步 没问题 你是我小舅子 带你吃喝玩乐 是姐夫 应尽的义务 一瞬间两人就变成了 大院里最亮的子 我柴胡同的人 全都露出羡慕的神情 要知道清水一家人 可是大杂院里面 最穷的一家人 姐夫 你能弄到小摩托 一定是个有本事的人 你能帮我找个工作吗 我不想在家里面了 大哥下乡回来 觉得全家人都亏欠他 也不出去找工作 每天除了吃饭 就是和爸妈吵架 我不是傻子 我看得出来 大哥两口子 是想把我赶出家门 害怕我抢他们的房子 我也想自己找个工作 离开那个落魄的大杂院 清水通情达理 江雪辰很欣慰 他也从青山夫妇的语气中 感觉得到他们的想法 两人就是想通过吵架 把所有人都赶走 然后霸占大杂院的房子 我在燕京没什么人脉 很难帮你找一个正事工 如果你愿意背井离乡的话 我可以在上海 给你找一个好工作 姐夫 去上海的话 你得让我思考两天 嗯 清水毕竟只是个16岁的孩子 父母在 不远游 让他很难背井离乡去讨生活 江雪辰开着摩托道的距离 火柴胡同一千多米的火生胡同 发现一个四合院的墙上 贴着一张纸 上面写着出售二字 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现在经济还不景气 四合院也就卖800多块钱 可是30年后 这些四合院最少可以卖两个亿 姐夫 你不会是想买四合院吧 这里的四合院要一千块钱 你还不如去外环买个大平院 少花不少钱 江雪辰可没有听小舅子的唠叨 他敲响了四合院的大门 大门缓缓打开 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老头 老爷子嫌弃地打量着江雪辰 当他看到江雪辰停在门口的 小木兰摩托的时候 他笑 这时候拥有小木兰摩托的人 不仅有钱 更说明你有势力 因为现在的小木兰摩托 只在政府部门和国营工厂里面流行 两位请进吧 边看边聊 小兄弟 我这房子怎么样 按照现在市面的价格 这样的四合院价值一千元 加上里面的家具 我可以给你一千五百元 我不要钱 我要黄鱼 你能开上小摩托 就说明你是个很有关系的人 黄鱼应该可以搞到吧 每一次在暗流涌动的时候 都有人想要把资产换成黄金 然后跑去港岛 看来这个老爷子想跑路 我可以出一根小黄鱼与你交易 但是去街道办的时候 合同上我们要写现金交易 清水听着江雪城跟老头子的谈话 云里雾里的听不明白 老头子不说话盯着清水 似有所指 清水 你去外面看着我们的小摩托 别被人偷走了 我要一根大黄鱼 老爷子 一根大黄鱼价值一万六千元 你这宅子一千五百元顶天了 你拿我当渊大头可不行 我知道你换黄金想去港岛 可你也不能狮子大开口啊 你手里有黄金 你在国内也花不出去 难不成你还敢去银行兑换不成 那是找死 小黄鱼偶尔还有人在黑石上购买 大黄鱼你绝对找不到买家 我收你一根大黄鱼 除了这个宅子以外 还给你一大鱼的现金 你就不怕我黑吃黑 拿你的钱 不给你黄鱼吗 姐夫 不好了 我们的小摩托不见了 江雪城知道 这一切都是老头子的手段 他的小摩托也价值一大本 这老头子吃定他 清水 你先去外面等我 这交易我答应了 这是你要的东西 我们去把房子过户吧 好小子 果真是年少轻狂 义高人胆大 当江雪城和老头子 走到门口的时候 小摩托又被人放回来原地 江雪城按照这种混黑式的人 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还好江雪城要的只是房子 虽然老头子给他的东西 总价值比大黄鱼低了一点 但是以后这四合院 赚到的钱绝对让他满意